去再請教介大使的是 當然中俄聯合軍演 這個害事是30年來最大 不過9月11號北美防空司令部 有直接說了 他們追蹤偵察攔截兩架 這個軍機飛入了 阿拉斯加的防空識別區 是俄羅斯的軍機 同樣的日本防衛省也有說 有兩架俄羅斯的軍機 也是環繞日本飛行 雖然沒有入侵領空 但是當時的日本戰機 也是緊急的升空 介大使你怎麼樣解讀 當然現在就是俄羅斯戰爭 還有美國在加強 增強它在印太地區 包括從北太平洋到南太平洋的 這種軍事活動 還有放鬆它的盟友之間 這種軍力的管制 讓整個太平洋地區 西太平洋地區 軍力的平衡 事實上是非常非常的這個 變化非常的多 所以我們在講國際關係 常常要講一個平衡 就是現狀的維持 平衡就是一個現狀 那現在這個現狀 事實上美國是破壞的非常的厲害 那就是說這個我們光來講的話 美國的號召之下 連那些歐洲的軍艦都跑到我們 跑到我們這個台灣海峽 不要來幹嘛 對不對跟它有什麼合適 已經夠緊張了對不對 義大利也來 法國也來英國也來 德國也來 過去有嗎 都沒有 這就叫權力平衡的破壞 那這個日本的軍力 國防預算短短時間要增加兩倍啊 這是很大的一種對於現狀的一種怎麼樣 一種衝擊啊 所以我覺得就變成就是說相對應的 認為是被針對的一方 主要是俄羅斯的話 他的軍事行動也會增加 那是一種相對應式的 所以呢在這個不管是在這個 整個的這個阿拉斯加航空識別區 或者日本的這個環日本飛行 基本上我想次數跟頻率都會增加 那可是問題就變成就是說 按照國際法的話 航空識別區它沒有辦法 它不是排他性的 航空識別區在國際法上是沒有基礎的 國際法只有一點 規定你不能飛入別人的領空 領空對不起只有12海里 所以呢就是說 現在這個俄羅斯的飛機 像塗兩架轟炸機 那這個還有這個飛到日本的 飛到俄羅斯 我覺得就是 我覺得應該就是俄羅斯 它的警覺心 它的一種 相抗衡或者回應的這種態勢 已經增強許多了 不過還不足以造成直接的衝突 不過就是說 因為你沒有侵犯任何領空 都是符合國際法的行為 那當然抵近偵查或者說你接飛的人家 距人家的領空太近 那是一種不友好的行為 可是並不能說它違法 那事實上的話 大概十年前當時 就是中東情勢緊張的時候 那土耳其曾經打下一架 俄羅斯的戰鬥機 原因是什麼 土耳其說 你這架戰鬥機 侵入了我的領空 結果俄羅斯被打下來以後 它也沒有報復 那是不是侵入領空 雙方就吵了很久 那為什麼呢 因為國界線它不是直線 它是這樣子彎彎曲曲的對不對 依照一條河走勢 或者一個山脈走勢 彎彎曲曲 那你飛機在上面飛的時候 你能夠彎彎曲曲嗎 不太可以了 你就是一直線飛過去 所以可能在某一個點 你確實是侵入了別人的領空 人家十二海里 十二海里一畫出來 你就侵入了 所以呢 那夠狠的 它就被打下來 打下來以後 俄羅斯也無話可說 可是呢說實話 俄羅斯講的 我看當時 俄羅斯跟土耳其 在法理上辯論 俄羅斯也有理 可是呢就變成就是說 這種越來越近的這種 接近你的領空 接近你防空事件 現在太多了 越來越多了 我覺得 如果說美國 在印太的地方的 所有的這種公式的作為 改變現狀的作為 如果沒有獲得遏止的話 或者說有所收斂的話 我想你會看到 俄羅斯 或者甚至中國大陸 在過去一些不太出入的 這些空域或者水域 軍事出現 那是會越來越增加的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 可以防御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您 呵護前家人 專屬您的KS Royal Care 暖光清爽高防曬凝露